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 大家想好要去哪里跨年了吗 今年在各个县市都有不少的跨年活动 台北市的跨年跟往年一样呢 将会在101释放烟火 今年总共会有1.6万发 长达360秒的烟火秀 但是要去去阿里看才不会人挤人呢 另外今天晚上天气如何 赶快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宇杰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又到了华氏气象到你家的时间了 今天宇杰呢一早带着大家呢 是来到了台北市信义区的景秦一号公园 可以看得出来呢 现在台北的天气状况呢 其实算是呢云量比较多一点点 但是呢偶尔有透出一些阳光 可是整体感受起来呢 风真的很大 而温度呢也真的是蛮低的 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呢 真的是要多穿一点了 好不过宇杰 为什么要带着大家来到这里呢 其实主要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今天晚上呢就要跨年了 应该有不少人很想要来看 这个101的烟火吧 听说今年也一样非常的精彩 好不过如果大家不想要去市政府 跟别人人挤人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地方呢都很不错 像是呢宇杰现在所在的 这个景秦一号公园呢 其实啊我们站在这个广场的中央呢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呢 这个101大楼 所以这边呢应该是一个很不错 欣赏这个101跨年烟火的景点 好不过呢除了这里之外 还有哪些选择呢 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来整理一下了 如果是以市区来说的话呢 如果大家想要近距离的来看101的话 像是在四字南村呢 他有个比较高的地方可以瞭望101 所以应该看起来也算是呢 可以很清楚欣赏烟火的地方 那另外如果大家呢 想要在比较空旷的地方的话 也可以选择在这一个国附近面 虽然距离稍微远一点点 不过基本上呢 也还是一样可以看得很清楚喔 另外还有一个小秘境呢 小小的这个私房景点呢 就是在这个松仁路253巷 那边有一条街 而且呢就直直的可以看得到101 所以呢也还算是非常的清楚喔 因此呢推荐大家可以去以上的地方 来欣赏烟火 那如果大家想要远离城销 远离市区真的远离人群的话呢 其实有一些呢 这个往山上走呢 也还算是呢 可以看得很清楚喔 包含像是大家熟悉的象山啊 从象山就可以瞭望整个信义区 整个台北市嘛 另外南港山呢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而另外如果大家呢 想要再往更高处走呢 其实像是呢 临近这一个灵光站的 这个福州山公园呢 有一个观景平台 那边也非常的适合 或者是呢 直接来到猫空 像是这一次呢 其实呢 猫懒也有一个呢 就是可以欣赏烟火的这个车厢 所以呢 上猫空呢 应该也还可以看得到呢 比较辽阔的一个台北市的市楼 应该也可以看到很多处呢 不一样的这个烟火 释放的这个景点啊 而且呢 这画面应该也还算是非常漂亮的 因此呢 推荐大家去以上呢 这些景点 应该都可以欣赏到烟火 好 不过如果大家今天呢 想要晚一点点回家的话呢 应该也都非常在意 这个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赶快来带大家看一下了 其实呢 今天来说啊 因为受到这个东北季风 增强的影响 所以天气整体而言 尤其在北部地区 会觉得比较湿凉一些 好 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图上面呢 就可以看得到 其实呢 陆陆续续有一些水汽移入 尤其像是在北东地区 是特别明显的 从雨区预报图上呢 可以更清楚的了解了 包含像是呢 北部东北部地区呢 还有东半部地区来说呢 今天啊 都会有降雨的机会 尤其像是东北部地区呢 今天偶尔雨是还会下的比较大一些哦 那么至于温度方面啊 今天北部地区 像观众朋友现在应该有感受到 真的是比较冷一点点哦 今天呢 北部的低温大约是在最冷 会下探13度左右 那么呢 高温部分呢 也大概是在17-18度上下 所以整体感觉呢 真的是比较冷一些 那么另外呢 中南部地区啊 白天有机会见得到阳光 而且呢 高温也有在20度以上 可是呢 入夜还有清晨呢 温度也是偏低的 日夜温差比较大 至于东北部地区呢 在宜蘭会有降雨 在华东地区呢 云量也是比较多一点 整体感受起来也是偏凉的 所以呢 在活动上面的安排 也要特别注意咯 好的 为大家整理一下气象小叮咛啊 今天呢 受到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尤其在北部地区呢 可以感受到明显的降温哦 像是呢 这个北部的最低温呢 预计会下探13-14度左右 而另外呢 在这个降雨的方面来说呢 迎风面地区 像是东北部地区 偶尔雨是会下的比较大 那么东北部地区 云层也比较厚 所以如果要去东部 看曙光的话呢 可能要碰碰运气 至于在西半部地区 就中南部地区来看呢 其实天气状况 倒是蛮晴朗稳定的哦 但是特别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不要被白天的太阳给骗了 白天感觉起来有点温暖 但是入夜还有清晨的时候 温度还是偏低 整体来说呢 这夜温差是比较大一些的 所以呢 如果要晚点回家的话 记得还是要多穿一些咯 好的 那以上天气资讯 提供大家做参考